一念离真 皆为妄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在我们本师佛的授记当中啊 棱岩经是最先灭的 又传说我们人类历史再过一千八百年就会灭掉了 我们现在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岁 到人的平均寿命五十二岁的时候 这部经就看不到了 就是说呢 以后你把这部经印得再多 用头印 用大理石刻下来 用电脑复制下来 或者藏在山洞里都没有用 那时候啊 众生的业障太重 即便是面对着它 你也看不到 翻开这本书 里面只是白纸 看不到黑字 以前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想啊 是不是我们翻开这部经就要打瞌睡 所以看不进去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某部经的时候 会来昏沉 一个字也看不下去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后来我亲自听取了传习法师的经历 才全明白了 接下来啊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习法师的故事吧 传习法师 魔最怕的两部经 那是1997年 当时我还在新昌大佛寺闭关 新昌隔壁有一个县叫圣县 就是浙江乐聚的发源地圣州县 有一个炼气功的年轻人走了偏 天天要死要活的 有时呢 他自己跳到河里去 别人好不容易把他捞起来 他又去跳粪坑 但别人还是很慈悲地去救他呀 一会儿他又恨得不得了 好像天下人都跟他作对 要炸这个房子 炸那个高楼 炸高压线什么的 他就是这样子壮死壮活的 后来有一位居士跟他说 气功不能再练了 引荐他皈依了佛门 真正皈依了之后 病情马上得到好转 又有人跟他说 你这种着磨的情况啊 要看棱眼睛 棱眼睛是想磨的 他一听就像病人拿到药方一样 回去就请了一部棱眼睛 结果打开一看 只有白纸 没有黑字 因为当时啊 他对我有信心 来大佛寺找了几趟都没有碰到我 后来我闭关了 他又来跟我们护官师傅说 想要见我 护官师傅跟我通报 我说 可以 见一见吧 见他的时候呢 这个人业障很重啊 又黑又瘦 浑身臭气 像刚从粪坑里跑出来似的 我把门窗都开着跟他说话 他当时对我特别有信心 跟我说了一些他的遭遇和不幸 我告诉他 你要好好念佛 从早到晚 睡觉醒来第一声就要念佛 不要起其他的念头 他高兴地回去这样奉行 七天之后又来了 还带来三位居士 念佛才七天 他就有很大的变化 身上没有臭气了 人也白胖了一点 他特别感动 特别恭敬 进来就常跪合掌 一会儿又痛哭流涕 之后忏悔业障 说了他看棱眼睛只见白纸不见黑字的这么个事 我听了之后呢 真是感到可怕呀 众生业障重的时候 真的打开棱眼睛只能看到白纸而看不到黑字 我这才明白 所谓棱眼睛先灭是怎么个灭法了 本来以为只是看不进去这么个道理 不想真有这样的事情 从这也可以知道 佛陀是不会骗我们的 为什么这本经先灭呢? 因为它是直指地开智慧的棱眼 它不灭 其他的经不好灭 所以说这部经一灭 其他的经就保不住了 就开始一步步地灭了 佛心中最先灭的是 大佛顶手棱眼经和般若三昧经 般若三昧经是我们修行法门中 最快见到阿弥陀佛的一部经 你按照经理说的那样去做 最多九十天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 因为太殊胜了 所以最早灭的就是这两部经 这也是磨最害怕的两部经 这个经啊 我们讲下去你就会知道 这个磨的巢穴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修行不能入门的状态 用这个经一照就照出来了 有人修行二三十年了 对照这部经一看 不对吗 我修了二三十年了 在佛教界居士们恭敬 甚至出家人也很恭敬 结果这个经一照不对 天了 那不是很失望吗 不行 宁愿相信自己 也不愿相信这部经 这样的人啊 我们出家人都有 年纪大了也很用功 在家时呢 就一天七万佛号念了三年 后来又出家一二十年 已经做了当家师 但心里老想为师 进了他的寺庙对联一幅一幅 都是他自己做的 自己觉得眼一闭就能做一首诗出来 他觉得挺好 明眼人一看就感觉不对 如果他看了《棱延经》的话 他会前功尽弃一扫光吗 像这样的也不让他看 佛教界以前啊 有一个著名的大居士 叫梁启超 不须变法时和康有为他们一起的 是个学者 也是佛教界的大居士 他研究《棱延经》读了 一遍不懂 二遍不懂 三遍五遍还是不懂 他不但是举人还是近视 皇帝面前考过试的 文学水平最好的 他读不懂 就怀疑这个经是伪造的 就写了一个论 结果呢 没几天 人就病到不行了 因为他是名人啊 民国时就像国元老一样 住进北京最高级的专门给大人物治病的协和医院 医院正好从国外回来一位医学博士 专门给他诊断 诊断出来呢 说是一个肾坏掉了 要想延续生命的话 可以拿掉一个坏肾 结果手术后没几天就死了 这在当时啊 成为一个谜 一直到前几年 医院的医疗档案 保密期过了才知道 这个医学博士给他做的切肾手术 切错了 把他的好肾给切掉了 坏肾却留在里面了 不做手术还能多活几天 做了手术 没几天就死掉了 这就是诽谤棱岩经 诽谤正法 谁也救不了 而且是急生救下地狱的果报 由于他很有学问嘛 他说棱岩经是伪经 书会上就有很多人起哄说 棱岩经是伪经 宣化上人痛心疾首地劝告大家 棱岩经是真正的佛法宝典 宣化上人是世界佛协会的会长 1995年元祭 元祭之后烧出一万多颗射粒子 元祭之后师父才告诉世人 说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他向我们保证 棱岩经肯定是佛说的 不是佛说不出这样好的经典来 如果不是 他愿意下地狱 正因为这部经肯定是真的 所以敢发这个愿 希望也请大家相信 也希望这些研究佛法的学者 赶快忏悔 若能持戒律 无极度障碍 无贪嗔痴 送持棱岩经就有大感应 大利益 我们能送棱岩经的人 都是在无量节以来 培植大善根的人 才能把棱岩经读得熟 背出来 永远也不忘记 这就是善根的表现 若你没有善根 不但不能念 就连棱岩经的名字 也遇不着 就算遇着了也不懂 不会念 所以啊 我们现在能念 能背 都是有大善根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